大家好 我是悠悠 早几期视频也说过这只鸽子很凶的 但胆子也是特别的大 这种鸽子是不怕人的 它只要站在这个膝架上面 它就认为这个膝架是它的 你谁要去 然后去霸占这个膝架 或者鸽子飞过来 它都会打压来 很凶的一只小鸽子 那么试一下 你看 无论你怎么逗它 它都是拼的 这一语也是我早一段时间开家 丢了三天的小鸽子 那天开家的时候 它还没有证实的 然后就是跟着我家里面的鸽子一起飞 我是强行的驱赶它 让它一起飞的 最后跟着大鸽群 估计说 飞了一圈摸不到回来的路了 让我心疼好几天啊 我说都是我自己开家 太急了 回来了当场让我高兴的不得了 你看这有鸽子 只要引导方式正确的话 这种鸽子很好驯的 拉下它的翅膀 它就不让你瞪它 这种小鸽子很难得真的 我就喜欢这种鸽子 你看我抓到它的头它都不怕的 它还在那里捉着呢 看 其实捉的挺痛的 就是喜欢跟它玩 无所谓了 练我的铁啥掌 今天吃的饱不饱 我摸一下 吃的蛮饱的 不能吃太饱 鸽子吃饱了 终于遭毛病了 我正常都是喂 早晨三分饱 晚上七分饱 还有的鸽友他就是 一天只喂一次 喂一次随便你吃 就是吃饱这种 我就是早晚鸽喂一次 都少喂一点 看 朋友们 你们家里有这样的小鸽子吗 那么凶一个 他家族的小鸽子 然后就是 弟弟妹妹啊 他算是这羽鸽子 总鸽 繁育的第一只幼崽 他是老大 以后的他的弟弟妹妹 都是这种紫色交换 他的母亲是一个成绩鸽 很喜欢这羽鸽子 哎呀这都能疼吗 太疼了 光条特别的漂亮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朋友们你们家有没有这种鸽子 那么凶一个的 那么凶一个的 在评论去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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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